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我是Lily 中國新年前夕 2月7日中科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幹移籍專家劉穩宜病亡 中年76歲,劉穩宜在香港和東南亞地區 幹移籍創此日子一,曾獲聘為中共軍隊總醫院 301醫院榮譽教授、第三軍醫大學 西南醫院全軍肝膽外科研究所名譽主任 與眾多涉嫌活摘器官的中國大陸醫院及醫生關係密切 並一同開展肝移籍項目 劉穩宜,1947年6月22日出生於香港,組織廣東 1972年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 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外科工作教授 香港外科醫學院主席、香港中文大學外科系主任、香港醫務委員會主席 他曾任中國大陸18所大學醫院名譽或客座教授 亦在瑞典、澳洲、美國、丹麥和英國等多地大學 擔任客座或訪問教授 劉穩宜2003年當選委、中國科學院院士、2012年榮獲吳佳平醫學獎 是香港地區首位獲獎者 2019年,他被拼為中國醫學科學院學部委員 生前還任廣東省佛山市政協委員 劉穩宜是肝膽兒外科學家 她在國際上首先提出以肝斷為本的肝撤除方法 即根據血液供應和膽管引流特徵 提出肝背線區分為解剖亞區的概念 對肝癌和肝門膽管癌、根治撤除和疲劣性肝移植 均有實際的臨床指導意義 劉穩宜還統一了國際上肝臟解剖和撤除手術的規劃名稱 1990年,劉穩宜帶頭組織和創建了 香港中文大學的肝移植中心和肝癌診療研究組 劉穩宜很早就開展了 活體肝移植手術是香港和東南亞地區肝移植的創始日至日 據南海院士風采錄披露 劉穩宜一直在利用她在國際上廣闊的網絡幫助中國學者 例如介紹國外的著名專家到中國做手術和演講 將中國好的醫生推薦到國外學習和交流 國際肝膽兒協會是世界上最大的肝膽兒醫生的學術組織 劉穩宜曾任協會主席是出任此職位的第一位亞洲人 劉穩宜藉助協會這個平台擴大中共的國際影響 劉穩宜介紹中國大陸的醫生專家加入國際性的學術團體 叫他們擔任一些有影響力的職務 中國大陸過去只有兩位醫生是國際肝膽兒協會會員 在她的努力下 現在已達幾十位成為該協會的重要力量 在武漢還成立了國際肝膽兒協會中國分會 2006年劉穩宜獲中共長江學者獎勵計劃邀請 為2007年度同行專家評審會評審專家 她曾任中共衛生部、轉貨議士、准入制度試點、工作籌委委員會顧問等 早在香港政府醫院工作時 劉穩宜和大陸同行已有交流 最初是和廣州、佛山等珠江三角州城市交流 後來逐步擴展到上海、武漢、北京等地 劉穩宜是中山大學、華中科技大學、解放軍總醫院等十幾家 醫療科研機構的合作救授 2014年4月30日 新輔助放化療、聯合肝移植治療 不可切除肝滿部膽管癌 局際多中心臨床研究項目 啟動會、基研究會在南京古樓醫院召開 會議由南京古樓醫院院長 南京大學軍膽研究所所長丁二圖主持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 中科院院士劉穩宜 江蘇省人民醫院教授 中國工程院院士王鶴浩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教授 董家鴻 北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教授范家 江蘇省人民醫院教授李湘成 中國人民解放軍 白日醫院教授王軒參加會議、討論方案 並簽署研究項目 啟動書 值得關注的是上述與會醫院及醫生 幾乎軍涉簾 活摘器官已被追查迫害 法輪功國際組織 追查國際追查 其中佛山市第一人民醫院肝臟 二線外科主任陳煥偉被追查國際列為涉嫌活摘器官責任日之一 1999年12月至2001年12月 陳煥偉參與實施13例次元委肝臟移植 包括一例再次肝移植 2011年5月至2012年12月 他參與實施15例肝移植 2003年3月至2006年12月 他參與實施28例元委肝移植公體撤除 公體無肝臟疾病 以缺缺時間為0至6分鐘 而令人更關注的是 陳煥偉是劉穎儀學生 陳煥偉1991年7月畢業 至今一直工作於佛山市第一人民醫院 2002年到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學習深造 師從劉穎儀學習國際最新的肝膽移植外科技術和理念 在國內率先開展以肝斷為本的解剖性肝切除術 陳煥偉2005年又到香港大學 馬麗醫院學習活體肝移植技術 2013年到台灣高雄長庚醫院學習肝移植技術 師從肝移植專家 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少龍 2012年11月 劉穎儀受聘為中南大學霜雅爾醫院名譽教授 中南大學霜雅爾醫院被追查國際列為 涉連活摘器官責任單位 中南大學霜雅爾醫院 原湖南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 在一所三級甲等醫院 2007年5月23日 中共衛生部指定該院為進行肝移植、新移植、徽移植的醫院 在肝移植方面 截至2014年 該院共進行肝移植近百例 2001年 該院進行亞洲第二例全福康八大器官聯合移植 2014年8月29日至31日 劉穎儀和吉林大學第一醫院肝膽兒外科聯合主辦 第十二屆肝臟外科解剖及實踐高級培訓班 劉穎儀主港 來自全國各地的百餘名肝膽兒外科專家、學者參加培訓 吉林大學第一醫院前身為中共第一軍醫大學附屬醫院 曾先後定名為長春醫學院內科學院吉林醫科大學第一臨床學院 白球恩醫科大學第一臨床學院 2000年 白球恩醫科大學和吉林大學合併醫院更名為吉林大學第一醫院 2021年4月3日 追查國際發布對吉林大學第一醫院及責任人涉嫌活摘器官的調查報告 報告指出:「吉林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明顯涉嫌參與活摘法輪功學員等群體器官的犯罪 據報告 吉林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器官移植量大、器官等待時間短、工體來源不明、器官工體個性 2017年出現軍移植免費促銷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自《大紀元》專題部記者東方浩綜合報導 本次的《新視角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月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在《新視角聽新聞》 為後面給客人來抵抗 我們下載一下 等下載一下 我們下載一下 感谢观看